12月11号 中国汉传佛教在欧洲的第一座寺庙 荷兰龙泉大碑寺举办庆典仪式 隆重纪念建四开光一周年 同时也拉开了系列文化艺术与宗教等纪念活动的序幕 11号上午 一场以佛教科学艺术为主题的讲座会 吸引了无数的信众和对佛教感兴趣的荷兰各界人士 来自中国荷兰丹麦以及澳大利亚的多位法师教授出席了讲座会 荷兰佛教联盟主席米歇尔·利特曼先生发表开幕著词 他盛赞荷兰龙泉大碑寺 仅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发展成为融合宗教文化和艺术的场所 让所有人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在这里寻找到内心的共鸣 龙玄大碑寺副助持贤卿法师做了题为 《为什么汉传佛教吸引我的主旨演讲》 作为一位拥有清华大学工程热物理博士背景的出家人 贤卿法师结合自身的经历 讲述了他出家的缘由和出家后的收获 以自己的人生感悟阐述了佛法对现实世界的意义 以及对现代科学的指导和拓展 随后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终生教授黄志生 在他题为《大数据语意技术与佛学》的主旨演讲中 介绍了当今大数据时代 如何将科技融入佛学实践 以及佛学知识管理与分析系统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最后 荷兰著名爵士钢琴家马克和所有语会嘉宾 分享了禅语音乐的和谐体现 在当天下午举办的大碑之声音乐会中 来自荷兰的著名长笛演奏家 竖琴演奏家 以及爵士乐表演艺术家们 分别以自己禅艺风格的音乐 向现场的听众们表达了他们对佛教的向往与理解 让现场的嘉宾和听众们 领略了佛教精神与西方音乐的和谐共鸣 音乐会进行一拜时 专程从中国前来祝贺龙拳大碑寺建设周年庆的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成大法师 刚下飞机就赶到音乐会现场 与信众们共同欣赏音乐家们的演出 受到全场嘉宾和信众们的热烈欢迎 龙拳大碑寺合唱团的信众们 还专门为学成法师演唱了精心排练的佛教歌曲 《望海潮中风》 学成法师向参加演出的全体艺术家及合唱团成员们表示感谢 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庆典活动的第二天上午 继续是精彩的佛法建筑与艺术讲座 张太炎声韵学第四代传人刘克雄教授 北京龙拳寺监院贤品法师 北京龙拳寺动漫义工等演讲嘉宾 为现场的听众们讲演了佛法在建筑和艺术中的 完美结合和体现 下午学成法师专程来到乌特勒芝大学 为这里的师生及部分当地信众 做了一场题为汉传佛教的精神与实践的演讲 法师从汉传佛教的起源于传承传播 讲到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出渊源和实践 以及对当代世界及社会的意义 精彩的演讲受到在座师生以及信众们的热情欢迎 场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学成法师还亲自解答了师生们 关于佛法修行及传播的困惑和疑问 让场上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乌特勒芝大学向学成法师赠送了 乌特勒芝的吉祥物米飞兔和龙拳寺的 弦二和尚合影的相框作为纪念 晚上学成法师还出席了在龙拳大碑寺举行的 大碑庙音音乐会 和新众们一起欣赏了由法籍华人 著名钢琴演奏家周琴玲 和法国著名小廷经家欧利威尔 带来的一场音乐盛典 12月13号上午 一场庄严隆重的祈祷世界和平法会 在龙拳大碑寺举行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成法师 带领中国佛教代表团 以及乌特勒芝市政府代表 河中有协代表 和荷兰佛教联盟代表等出席了活动 学成法师亲自带领与会嘉宾 及参加活动的信众们 诵经祈福 祝愿世界更加和平 世人安康 社会和谐 河中有协主席汉克库先生 和乌特勒知识政府代表 戴斯利范德冯女士 先后在法会上致辞 他们感谢龙拳大碑寺 传播佛教文化 为和谐荷兰社会做出的贡献 并表示 荷兰是个宽容的国家 会敞开惊怀 欢迎各种文化的进入 随后 学成法师亲自带领与会嘉宾 为龙拳大碑寺业主功德碑揭幕 龙拳大碑寺管委会主席 纪增斌 向业主代表孙协芳 颁发荣誉证书 感谢56位荷兰信众 捐资鉴寺的善德大行 紧接着 一场龟拳大法会 在龙拳大碑寺隆重举行 由学成法师亲自为荷兰 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 有志龟一的信众 受三龟一 在龟一仪式的开始中 学成法师告诉信众弟子 龟一就像学生有了学籍 从而可以正式称为佛弟子 有了三宝的加持 寻求心灵的指引和帮助 从而获得解决各种人生问题的力量 为人处事才能够更加坚定 下午举行的 汉传佛教在欧洲的传播与发展 即龙拳大碑寺发展前景国际研讨会 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当今佛教界 及学术界的代表人物 他们中有来自台湾佛光山的欧洲总住持 满千法师 澳大利亚波罗寺住持 波罗法师 中国福建莆田广化寺监院 贤立法师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张祁副所长 荷兰格鲁宁根大学 亚洲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史芬尼博士 荷兰禅川寺古道天庆法师 荷兰大碑禅社创始人 智友禅师 比利时安特卫普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科 埃德尔教授 德国汉堡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康义钦博士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宗教学专业外部评审员 艾斯本·安德森 以及前荷兰佛教联盟主席 安德烈·卡尔登先生等 他们从各自的感悟和学术方向 对佛教在欧洲传播的前景 进行探讨和展望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学成法师做总结发言 他在发言中表示 汉传佛教慈悲与原荣的普世价值观 能够很好地对峙当今社会 乃至世界的诸多问题 他希望汉传佛教能够更好地结合现代手段与途径 让更多的世人能够接受佛法 从而真正领略佛教的大智慧 并且从中受益 同时他认为 佛教在西方的传播 也正践行了中国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的国家大战略 当天晚上 为期三天的龙泉大威斯周年庆典活动 在大众美食城的一场答谢晚宴和艺术展中落下帷幕 欧华传媒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